耿金手们奋力挥动双臂 让神教跟神教进行计较回乡 这也是马祖在地的传统民俗庆典 2022桃园马祖摆明文化祭在巴德盛大登场 摆明是马祖地区年末新春时 晋天谢神的传统民俗祭典 这次特别邀请14间旅台马祖公庙共享盛举 更席开摆桌石浮叶 让大家一起感受马祖文化加平安 就是我们马祖地区是福建省典种地区 那它每年因为渔民比较多 它每年在一个渔民就是看天吃饭 那在每一年结束之后为了感谢神明的护佑 所以就会把一些贡品来祭祀神明 那我们这贡品的话为了展现我们对神明的诚意 所以它就会由当天的下午一直摆到隔天的早上 所以才叫做摆明就是北漫的意思 我们希望说借着这次的活动能够凝聚我们所有乡亲的一个善心力 也稍微解一下我们对马祖的乡愁 每年马祖旅台乡亲都要特别回乡参加摆明 但因今年因疫情影响很多人无法回到马祖 为了传承传统文化一届马祖相亲的思乡情 桃园因此首度举办桃园马祖摆明文化祭 但是你办的时候因为旅居我们马祖人都旅居在桃园 都在这边周边 所以说第一次来办 我们希望之后要很圆满 让他们感觉到在地的马祖人 都感觉到大家善心力在这次本明文化 所以过去本明文化都得要回到马祖人 是是是刚才讲的 那我们在桃园就可以办 是的是的是的 这次就办到桃园 所以鼓励我们以后办好 我们每年都在这边都办这个文化 桃园巴德有超过六万的马祖移民 可以说是马祖人的第二故乡 桃园跟连江也是姐妹县 连江副县长也特别到场参加桃园马祖摆明文化祭 市长郑文灿也规划要将马祖的升天祭 跟摆明发展成巴德特色 我们的乡亲从马祖到桃园 从故乡到他乡 从本地到异地 还能够把这个悠久历史的传途 文化传承下来 我们要把这样子的悠久历史把它保存 把我们马祖人的文化继续发扬宽大 元宵以外另外一个节庆是马祖升天祭 我们今年也要继续举办 大家说好不好 南干北干的各不同特色 当然其实摆明文化祭也可以做观光活动 就跟龙刚米干节一样 如果未来我们也许结合一些观光活动 让大家能够体会 桃园马祖摆明文化祭整体流程包含供品 都是延续传统记忆形式举办 原定还有绕境 但因为疫情而取消 希望基尔文化祭让更多人认识马祖的传统文化 也呈现出桃园族群共荣发展的特色 记者为一头人报答